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讨论一件事情可不可能发生 比如说呢,明天到底会不会下雨 或者是呢,很多的病人会问医生说 哦,我开了这个刀,到底存活的几率是多少,会不会死掉 这个可不可能发生的程度啊 如果要讨论到程度也就是呢 它的一个比较量性的概念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主题 也就是几率 那几率呢,基本上它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内涵 我们之前讨论过,我们要讨论几率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要先搞清楚什么叫做样本空间 这个呢,就是在讨论一个随机测试的时候 所有可能发生的这个结果 所形成的集合,就称为样本空间 同一时间我们也定义过了什么叫做事件 就是在这个样本空间当中呢,符合某特定条件的 就称作为事件 OK,所以呢,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事件呢,基本上是包含于这个样本空间的 举例来说,骰一个骰子 的,骰出的点数一次的话呢 就是样本空间是1到6点 那如果我现在特别强调 骰出奇数点的事件 那就是骰出1,3,5 那么就是骰出奇数点的事件啦 那现在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几率啊 probability 它有一些呢,这个 基本的条件 我们跟大家说明三个 基本的条件 在数学上呢 当我们讨论几率的时候 第一个呢 一个事件的几率 它就是在0跟1之间 OK,在0跟1之间 或者呢,有很多人喜欢说 几率呢,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讲法 是在0到100之间 OK,100% 其实就是1嘛 看你喜欢用哪一种讲法 两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几率不但没有负值 几率也不会超过1 所以你说呢 这件事情发生的几率是200% 这种叫做 国文的夸试法 OK,这个呢 不是数学的讲法 数学的几率 0就是一定不会发生 OK,就是这件事情 一定不会发生 这个我们讲过啦 一定不会发生 然后呢 100%的意思就是 一定会发生 好 好 那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对几率有了解的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在讨论几率的时候 刚好要讨论的事件就是全事件的话 这个样本空间里面 123456 对不对 你的事件呢 你甩出来比10点还小的 123456也都符合 所以呢 这个事件就是全事件 那全事件的几率呢 就是1 它就是一定会发生 好 那第三个基本上是最重要的 OK 就是呢 所谓的两个事件互赤石 E1呢 跟E2互赤石 也就是E1跟E2的交集 等于空集合石 那么呢 两个几率的这个连几 也就是他们的合事件 他们的合事件的几率呢 其实就是两个事情的几率相加 这个东西有没有有一点似曾相识呢 其实之前啊 我们也曾经定义过呢 两个集合 当它是这个互赤的集合的时候 它会在这个集合的元素个数上 有什么样的关系 之前曾经所定义的是这样子 我们补充在这个地方 就是两个集合 如果它的交集呢 是空集合的话 那么呢 两个集合连几的个数 其实就是他们各自之间的个数 去做相加 OK 这个应该不会非常困难想象 你只要想象说两个没有交集的元啊 两个没有交集的元 当你要算他们合在一起的面积的时候呢 就是A的面积加上B的面积 这个几率的概念呢 其实也是类似的 所以最后这个地方举个例子 如果今天呢 你甩一个甩子甩出一点跟甩出三点 这两个事件呢 是没有交集的 对不对 你甩一次 甩出一点跟甩出三点就是不同的状况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讨论说 甩出一点或三点的几率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算是甩出一点的几率 加上甩出三点的几率 两个加起来呢 就是甩出一点或三点的几率 那这个关于几率的三个基本条件呢 是我们后面讨论几率的时候 非常基本的一个共同的内容 请务必呢 要有概念